这款推牌的名字叫做Breakthrough 突破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过去 都好像是外壳裂开了一样 就好像是某种心形的力量 正在破壳而出的感觉 就像是无限位花式本身 马上就要突破屏障 在世间大方一彩了 突破并不是平面车出个造型这么简单 它的正面裂痕所形成的四个三角面 都是翘起来的 侧面看会很明显 这是人体工学的考量 需要在上下左右推的时候 都有发力点 常规的无限位推牌 大多会采用H形或者是X形 比如这几款就属于H形 这几款就属于X形 或者像MOD推牌的3S那样 把四边做上过渡 把中间形成一个类似弧度的形状 我想要创新一些 跳脱这些对称的模式 所以就设计了这款非对称 但是又符合人体工学 也就是全方位都有发力点的外观 而且裂痕本身凑成了两个小写的Y字 也就是我B站账号隐藏EDC的拼音首字母Y 推牌大小可以参考MOD 长度比MOD短大约不到一毫米 宽度也比MOD窄不到一毫米 突破的薄厚比较居中 比斯盖力要厚 但是比流沙要薄一些 推牌的重量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 全重60克出头 应该是竞技型的黄金重量了 太重了或者太轻了都不好 主体采用的是钛合金 加上一个不锈钢底板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底板 底板是我这款产品的重中之重 也是原创部分最高的地方 超过了刚才外壳上的原创 底板纹路的雕刻依然是隐藏EDC首字母Y 底板雕刻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底板之间的接触面积 起到减少摩擦力的效果 而这款产品采用的是弧度底板 透过光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缝隙 既然是弧度底板 直推的时候 底板的纹路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底板之间的配合 此时是在弧度的最高点 而突破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侧推一段之后将不再有缝隙 两片推排是严丝合缝的贴在一起的 此时底板之间的配合就转为了纹路 在弧度的丝滑与平面的丝滑之间来回切换 这也正是我认为这个全新的原创弧面参数 为花式带来的全新的意义 之前我们玩Mode推排 它的弧度最高处是在这四个点上 直推是非常丝滑的 但是我们玩花式可不是玩直推 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都是侧推一段之后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完成各种花式动作 所以侧推一段的状态 才是我们花式的常规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底板之间如何配合 就是竞技型推排产品应该考虑的事情 传统的Mode推排在侧推一段之后 底板之间并不是严丝合缝的 而是依然存在缝隙 如果你手里有Mode推排 也可以对着光看一下 我们对比一下有缝和贴合的区别 侧推贴合的底板在做花式的时候更加的稳健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 那是因为咱们竞技型弧度底板目前是没的选的 只有Mode 大家都玩习惯了 你不习惯也没办法 因为就这一款 而我这半个月对比着玩下来之后 做花式动作的时候 我的底板会更稳 失误率更低 速度更快 你们可能会说这是老王卖瓜 但是这个底板的设计 确实加入了我的一些针对花式的理解 Mode做出来是给人玩直推的 它是手感性推排 咱们因为没得选 所以把它改造成了花式推排 而突破单纯就是为了花式而生的 做出来就是为了玩花式的 从设计角度看 两款产品的目的完全不一样 比如我们在做甩牌的时候 这两个脚的弧度就会扣在一起 回甩的过程就像是推排自己主动回家一样 我的演示视频可以说是把我会的动作全玩了一遍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在花式上线上 这款推排没有任何短板 立体动作也是毫无压力 目前国内的原创竞技型推排就这么几款 除了我以外 别的全是平面底板 所以能做出这样一款原创的产品 我个人还是非常自豪的 这个底板说清楚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内部 内部是十孔结构 可以实现6加6 6加8 8加8 6加10 8加10 五种不同的布局 四角瓷尺寸是7乘3 中间瓷尺寸是5乘3 根据不同的手指力度和习惯 可以调整磁铁型号 以及布局